昨天做梦梦到在一个学院里面遇到了胖哥 然后胖哥呢是我小时候的楼上邻居 因为从小长得很胖所以叫他胖哥 然后呢在梦里面他长得就像刘青云一样 刘青云是一个香港很有名的演员 然后胖哥告诉我说他爸爸在墨西哥是一个酒夜大亨 然后他就一直在学校可以上课但是没有爸爸毕业 然后他跟我说我的耳朵出血了 我就跟他一起走出去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 他就说没有因为我的耳朵出血了 然后后来我又梦到有人送给我一篮子鹦鹉 然后那些鹦鹉就是完全被捆绑在笼子里面没有办法出去 然后我就想着说应该要把这些鹦鹉给放出去才是 后来又看到两个明显像游客的人在花店门口拿着白玫瑰花在拍照 然后再梦到是我和朋友想要去里昂旅游 但是都没有ID卡 但是说是只要在护照上面写下目的地就可以去了 然后我们就打算马上就去就是这样子 然后很琐碎的一些别的事情已经不太记得清楚了